主席,各位官員,各位同仁,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主席,我們是請李部長 好,請李部長 來,樓元好 部長喔 是是 那個產川條例喔,我們真想替你辯復 謝謝 不過你自己想想看,你4月7號的時候你講 你說去年從25%的營所稅降到20% 稅收已經減少了808億 那如果是在降到17.5的時候 稅損會損失了403億 那國家的稅收會很不足 可是我們現在又降到17% 你說稅損只剩下343億 那為什麼降得多,反而稅損比較少呢 這總要一套說法,很奇怪啊 外面都在質疑這樣子說 為什麼你降了比較多 17.5,降到17 那會從403億 降到343億呢 這裡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們當然 相對比較基礎的問題啦 那個808也是跟原來稅收中心的情形之下 25%降到20 這個稅損,不是 這個稅損是808 那20降到17,就是17.5 這個是民進黨的版本 那這個是20降到17.5 大概是損失403的稅收嘛 那這個另外一個,那個4個再收回來的話 大概是210億 所以大概損失是100 因為外界都覺得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怎麼會降得更多 反而稅收的減少 所以稅收的損失 反而會比較少呢 不會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疑點 大家沒有把它那個比較的基礎 我這裡再跟大家再報告一下 以原來民進黨的版本 他們是降到17.5 然後刪除4種功能的這個獎勵的話 稅損大概是175億嘛 那我們現在 不是啊 他刪除4種功能 那我們還保留2種功能嗎 保留1種 保留1種 那保留1種 應該是說損失會更多啊 所以加加減減 我們現在這個版本 就是說 國民黨黨團這個版本 目前是損失343嘛 所以兩者相差 只有168億啊 那這個東西 差這168 是不是對減症更好 對促創 產創更有意義 對中小企業的租稅財產更合理 我覺得這個論述喔 這個論述真的要好好好好的說 那當然 火車真的外界現在是無煞煞 因為他一直在修正過程之中 不是啊 你減的真的假 你減的更多 還有說你還保留有 所以這裡我是預期大家 盡量看結果 因為過程他一直會做一些調整嘛 每天 經過協商之後 大家有新的這個意見出來 做必要的折衷 這是必然的現象啊 那像 像4月7號 4月7號 那個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 杜子晶講說 他說如果所有的企業都降稅 他輔導獎勵的功能 就完全喪失 只剩精神感照 那你不覺得說 大家當時在為那個20% 變複變的那個樣子 那現在整個都變了 那為什麼當初在立政策之前 不考慮清楚呢 不把它好好的弄好呢 當然我們很多這種 法案的修訂過程之中 都是希望能夠盡善盡美嘛 那當然在演藝的過程 剛開始 當然是一步一步來做調整啊 我們不可能每個人都是 這個 能夠預測到結果會怎麼樣嘛 假如說 我們任何東西拿出來 都不做修正 鐵板一塊 大家也認為不是很好啊 你自己覺得 你這樣會不會很歐啊 基本上我們覺得 但是我們覺得 你會不會覺得說 你真的是很難過啊 難過到不至於啊 你提出來一個政策 既然 就被這樣整個轉彎掉 而且那個整個論述都很奇怪 事實上我是認為喔 這個是我們民主社會的常態嘛 只是大家把它太專注在 只是大家把它太專注在 好像一個字的變 一個綠的改 這就是天大的事情 但事實上是很大 沒有錯 但是影響我們整個國家的發展嘛 你說好 當然你一個政策提出來 是 你可以政策的辯復 政策的論述 可是你這樣會給人家的感覺喔 坦白講 假如說你們沒有在 政策真的還沒有很完整 而且沒有思考的很周圓之下 你提出來 所以就給外面又有很多 你也給在野黨 還給很多民眾質疑嘛 好像我們政策變來變去嘛 好像 而且那個論述的基礎都很奇怪 因為現在民主的社會 每個人都可以提一些具體的意見來嘛 那經過這樣子一個平台 民主的這樣子一個 議會的平台 立法的平台 大家提供意見 把這個政策越做越好 所以我一直建議他用正面來思維 我是希望你喔 正面的思維會比較好一點 你真的要把喔 把那個為什麼 當時說民進黨降到17.5 而且所有的獎勵都沒有 你說好 稅損會403億 那現在 那個只是降稅的 他還收回來那個事項啊 因為你 我把你的話都弄出來 你說稅損403億嘛 那現在降到17% 而且又保留一項 一項獎勵 還稅損變成343億 我覺得你這個數據喔 你要好好把它計算出來 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 你能夠把這個公司喔 把這個計算方式喔 提供一份給我們 否則真的很難喔 很難去說服喔 外面的 外面的很多很多的一些 一些老百姓的一個質疑啊 這個這個你一定要把它說明 整個的過程 否則你看 我們我們都會一家的被人家打 而且給人家質疑嘛 因為在協商的過程 都還沒有完全定案嘛 所以我們不是講一個最終的東西 最終的東西出來之後才能夠講 因為老百姓想的很單純嘛 因為每天在做調整 我們每天去說話 對啦 可是你那個 老百姓想的很單純嘛 他說稅降的多 獎勵要保留住 那為什麼稅損會停的 因為事實上他不是這樣子嘛 我想 你應該把這個數據喔 告訴我們 而且還有說 怎麼算出來了 給我們一份資料喔 好沒問題 那剛剛我們談到 賴司法委員談到說 這樣你降到17%以後 將來就等於是鼓勵 企業 用那個加征10%的保留盈餘 用這樣的方式來逃避分配 那是不是 有沒有可能 討勵說把那個加征的百分之 保留盈餘百分之十 把它取消掉 揮霍成原來的 我們以前有說好 你的盈餘 保留盈餘 超過你的資本額 或是超過你的資本額二分之一 你就要強迫分配 對 這一點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的所得稅稅制裡面 為什麼會有一個加征百分之十 這樣一個機制出來 它有它的背景 這第一點 那什麼背景呢 以我們目前 我們這些七十三萬多個盈餘事業單位 它有上市公司 有大規模的公司 有小的傳統的中小企業家族的公司 以過去的數字來統計的話 大概是三分之一的部分 才會去保留到 大部分還是做分配 所以花不來嘛 所以大家不分配 所以你就用加征百分之十 可是你這樣調降到百分之十七以後 那個會 這個誘因會更大嘛 不分配的誘因更大嘛 所以國庫的稅收損失也會更大嘛 因為你將來 你不是盈利事業所得稅的損失 你要中和所得稅的損失嘛 所以是兩方面的 我這邊因所增加嘛 也許松所會減少 所以到結果還是會平啊 會差一點啦 但如果你差多少 要看以後 他們這個每個業者的調適的方式啊 對啊 所以我到建議啦 真的 我們應該是不是要恢復這個 這個當然制度面的問題 還可以做檢討的啦 那我再請教那個部長 我們今天要修這個那個 渡劫總司的菸酒管理辦法 其實我們98年度喔 98年度總司的香菸喔 是一千零二十八萬包啦 那你剛剛講到是說 有些菸商 他們自己已經有黃衛標籤 其實事實上我們總司進來的 其實不是假菸 都是合夥 都是真菸 都是合夥 都是真菸 水貨 水貨嘛 水貨它就有黃衛 已經有黃衛標籤嘛 對不對 所以你剛剛講的其實邏輯是不對的 它是兩個層次啦 我今天講不講 我沒有支持也沒有還 我不是很支持我也沒有還 不過這個事實你要考量到說 對沒有錯 對 因為我們總司的香菸啊 是水貨 是真菸 那黃衛標籤是那個公司 那個公司貼的 可是對於我們國家來講 稅收是損失的 所以我們要採取一些配套措施來 對阿 所以你相關的配套措施 你一定要弄好 否則你看你一年的稅 你一年的稅的損失 大概有多少了 你有沒有估計算過 你比如說你98年度 你那個那個 查獲的那個煙 那是被你查獲的喔 查獲的有1028萬包 那酒類的話是 107.07萬公升 市價差不多 約5億多 這個是你查到的 那到底還沒有查到 有多少呢 那我們98年跟97年 我有做個比較 98年跟97年 你走失的煙是增加了 350% 增加了350% 你98年查獲的 案件是2089件 那98年1月到12月 煙品增加了581.83萬包 那那個酒品增加了 11.25萬公升 所以兩年度比較喔 走失是增加了350% 98年比較特殊一點 那個健康捐加了 對啊就是因為 為什麼走失會嚴重 就是因為健康捐的問題 而且走失的東西 不是假煙喔 這個觀念要有 事實上是 到底是不是四大煙商 他們自己走失進來的 還是怎樣 所以必須做源頭的管理嘛 做源頭的管理 所以我們現在查機的機制 是從源頭來做查處 從供應商 製造商 進口商 這個層面 海關他們講 這是海關的資料 海關說走失煙 我們淘落了數十億的稅間 海關這樣講 那煙酒購賣局的董事長 薇波濤就講 他失煙充斥了整個台灣市長 直接衝擊到煙商的利益 那台灣煙酒購賣局 他又講啊 他說 估計那個劣質煙品佔市場 佔市場佔10%啊 佔市場佔有率佔10%啊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情形呢 但比率多少這個是估計的啦 實際上這個是沒辦法算的啦 因為知道了我就去抓了 還會是有多少比率嗎 只是只有查科的數字 所以我是接的啦 我是建議啦 那個配套我真的要做出來 一定要的 活著活著 因為你剛剛用那個理由 其實不對了 走失煙都是水貨 都是好的煙 只是他不繳稅而已 我想這一點的話 真的應該要好好去 從源頭管理 從通商口岸來做管理 做必要的一些查機 查處等等 你看看我們用煙酒公賣局來講 我們台灣的煙酒公賣局的香煙 它97年度啊 它是賣158萬箱啊 98年度才賣134.5萬箱 減少了24萬箱 這個當然目前 國內這個大家疫情 大家少抽煙 但也會影響啦 不管怎麼講 有一定量的消費量 這個多年來大概都是這個數目 剛才一開始有跟各位報告 我們這麼多年來 全年的這個煙酒的消費量 大概2000億左右 煙酒大概各半各半 因為喔 你走私一包香煙 坦白說35塊啦 你可以省掉35塊啦 那假如按照那個走私的那個量 給它算出來的話 一年的稅收啊 它會減少到150億 對 那量多少 當然我們可以來做探討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煙來講 我們隨便 舉個例子來講 健康券20塊 它的稅是 這個 11塊8 所以稅大概 稅費大概31塊 對啊 你等於稅的話 還有5%的營業稅啊 營業稅 對啊 所以加起來差不多35塊 我算過35塊嘛 那你假如一年的話 是走市5億萬包的話 那你差不多150億啊 所以你這一方面的話 你縱使說好 我們不要去做什麼東西的話 可是你的 加強差跡 對 你的那些那個配套措施 還有你的那些防衛的措施 你都一定要做 那一定要 或者你一年的話 你損失了多少 好謝謝 謝謝委員 好謝謝羅蘇蕾委員 謝謝李布希